从室内到户外,带您来欣赏雕塑家的装作 屏东首次于室内及户外联合展出的大型雕塑展 屏东大地艺术祭一起塑身 于屏东美术馆举办开幕仪式 现场有艺术家展出雕塑作品外 也配合吃雕塑的体验 让参与民众收度清净艺术,新鲜感十足 以屏东在地艺术家蔡水玲老师的思想起雕塑品做成蛋糕 让与会者不只看艺术还能吃艺术 证明雕塑艺术无所不可 今天我们的雕塑展是我们美术馆 有美术馆以来的第一次很纯粹的雕塑展 我非常感谢这个馆方这么对待我们 还有我们这一次能够展出 这个孙老师 孙老师他们用心良苦替我们搜集作品布置作品 我们主要呢这次的展览呢是以雕塑作为一个主题 然后呢就邀集从台湾呢北中南呢 邀集了15位艺术家都是非常知名的 其中还有包含在地艺术家 我们是希望可以借由这次的展览 让更多的屏东市民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这些艺术家的那个最完美的呈现的那个 的一个面向 透过此次屏东大地艺术季一起塑身 将艺术家的作品留置在屏东市迁徙公园内 让艺术融入生活 这个活动其实也延续了叶市长 一开始他找我来当美术馆馆长的时候 他有一个理想 他希望整个屏东市都是一座美术馆 美术馆不是只有这个空间 整个屏东整个每一个角落都应该成为美术馆 都应该散播美丽的力量 那我感觉我来屏东以后 我很荣幸我移居到屏东来 但是我发觉屏东的很多公共空间 尤其是公共设施 在美感方面是稍微需要有待加强的 所以也就促成了今天我们这个大地艺术季这个过想 除了室内展览和互动体验 同时在屏东市迁徙公园内 也有15件大型的艺术雕塑品展出 都是屏东在地艺术家的作品 让公园处处是艺术营造最美的风景 法级新闻勇取屏东采访报道 使我一个表现之后 专门期间的一室